大家好,欢迎您走进Math学院的Python面向对象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类方法与静态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静态方法 在我们前面学习的课程中,主要介绍了Python当中的实力方法 在Python的方法中,我们还可以定义静态方法和类方法 那么什么是静态方法,以及静态方法是如何定义的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定义静态方法 静态的方法,首先需要使用Ledic Method这个装饰器来进行装饰 其次,它的参数和实力方法相比,不需要使用Cell 它的访问特性是不能够引用或者是访问类的实力属性 主要原因是静态方法,它不需要类的实力 所以当类没有实力化,那么这个实力属性就是不存在了 那么我们在访问它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 对于静态方法,我们可以通过类,点类变量的形式来访问类的属性 也就是说,静态方法可以引用类中的类属性 但是呢,不能引用或者是访问类当中的实力属性 对于静态方法,我们的调用方法也很简单 其调用方式可以用类或者是类实力来调用这个静态方法 它的基本使用方式,也就是类点静态方法名来调用 或者是呢,用类实力点静态方法名来进行调用 那么,对于类当中的静态方法 它的本质是在类中的一个普通函数而已 并且呢,使面向对象程序中的函数归属于类,异于呢,代码管理 静态方法的基本使用方式 它主要用于与类相关 但不依赖或者是改变类的实力的这么一种方法 它主要用于创建不同的实力 或者呢,把类相关的工具方法放入到类中 这就是静态方法的定义方式 访问特性,调用方法,本质,以及它的基本用法 下面我们一个实力来进行展示 静态方法的定义,以及它的基本使用 我们仍然以上节课所使用的这个洗衣机类为例 首先我们将这个代码另存一份 比如说,对于这个洗衣机类来说 如果在项目中只有洗衣机类 需要根据洗涤机的勺数来计算洗涤机的毫生数 也就是这里面呢,洗涤机的量 那么此时,如果我们将这个函数或者是方法 放到这个类的外面的话 可能呢,其他的类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它 所以呢,我们为了管理的方便 把它放到了这个Valsh这个类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定义一个静态的方法 用来实现根据洗涤机的勺数来计算毫生数的这么一个方法 定义静态方法 首先要装饰器 Gedic Method 那么我们要求的是把洗涤机的勺子数量 就是用几勺洗涤机转换成为毫生数 所以静态方法不需要这样参数 它呢,可以没有参数 这里面呢,由于我们需要转换洗涤机的少数 所以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参数 比如说,这里面是洗涤机的勺子的数量 有几勺洗涤机 然后呢,每个勺子是0.4毫生 我们直接呢,返回 就是将洗涤机的勺子的数量 乘一个0.4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类Valsh的静态方法 来直接访问这个量的转换 比如,我们在主程序中 可以直接调用 Walsh这个类的静态方法 比如我们用的是8勺的洗涤机的量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直接将它转换成为毫生数 然后呢,对它进行输出 保存这个程序 可以看到它计算的结果就是3.2毫生 那么此时呢,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类的实力 也是可以调用这个静态方法的 比如我们首先创建一个这样类的一个实力 然后我们用类的实力来计算 我们仍然用8勺的洗涤机量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可以看到两次的输出结果 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在实力化这个类的时候 仍然可以在这个地方调用洗涤机的量 我们以这种方式来使用 就是在实力化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水量是200 而这个洗涤机的量 我们用保存点 这个静态方法 来进行转换 比如说我用9勺 现在我让洗涤机开始洗涤 我们看一下它输出的洗涤机的量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看到此时 洗涤机的量是3.6 也就是0.4乘以9 是3.6 那么这就是静态方法 在Python当中的 在Python的类中如何使用呢 刚才我们提到静态方法 可以访问类的类属性 比如我们给这个洗涤机 添加一个类属性 生产厂家 然后我们在这个静态方法中 来输出它 直接引用类的属性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了 可以发现 那么每一次在引用这个 每一次在调用这个静态方法的时候 都输出这个生产厂家 那么也就是说 在静态方法中 可以成功的引用类的类属性 对于类的实力属性 就不可以直接引用了 因为类在没有实力化的时候 这个实力属性是不存在的 比如 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出 类的实力属性 F.year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看到 程序引用输出 那么也是在这个静态的方法中 我们不能够引用实力的属性 这就是静态方法 在Python当中的应用 下面我们看 在Python当中的另外一种方法 叫类方法 类方法的定义方法 是用装饰器 class method 来进行修饰 之外 最需要提供一个参数 class 那么这个class 就代表这个类本身 它和实力方法一样 实力方法 必须要有一个self 那么self呢 代表类实力 而这里的class 代表类本身 类方法的访问特性是 不能够引用 或者是访问实力属性 这点呢 和静态方法相同 调用方法是 可以使用类 或者是类实力 来进行调用 和静态方法的调用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它的继承特性是 在继承时 传入类的变量 也就是这个class 是类 而不是呢 负类 类方法的基本用途是 与类相关 但不依赖 或者是改变类的实力 这种方法呢 我们一般定义为类方法 类方法的用途之一 是工厂方法 就是用来创建类的实力 或者呢 是完成有关的预处理 此外 在类内调用静态方法时 我们不需要 硬编码类名 这也是呢 使用类方法的一个优点 下面我们以实力 来演示类方法的使用 我们仍然以这个洗衣机为例 对于这台洗衣机 我们在实力化的时候 总是以水量和洗涤剂的豪生素 来实力化这个洗衣机类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希望有一种方式 可以获得 这个洗衣机的类 但是这种方式呢 是以洗衣机的少数 来进行获取的 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定义这个类的类方法 定义类的类方法 同样用装饰器 用class method 这里面呢 我们用一个名称 因为是类方法 所以必须要首个参数为 cls就是class 然后我们给定这个类的 我们给定水量 以豪生显示 我们给定洗涤剂量 洗涤剂的单位 是勺 在方法中 我们返回 实力化这个类以后的实力 那么它的初时化水量 我们用豪生素 同样的洗涤剂量 我们用勺数来进行衡量 所以呢 我们要直接调用这个 类的静态方法 来将勺数 转化为豪生素 下面我们看 组程序中 如何调用这个类方法 来生成这个洗衣机类 首先我们将组程序注释掉 并且呢 注释掉我们刚刚 测试的这个错误语句 以及这个测语句 我们也注释掉 直接获取 类方法实力化 得到的类实力 这里面我们仍然用100毫升水 然后呢 是9勺洗涤剂 我们让它开始洗涤 来观察它的洗涤剂量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可以看到 那么它在洗涤的时候 加入的水是100毫升 而洗涤剂是9勺 相当于3.6毫升 那么这里面 也就是我们给了这个洗涤机 另外一种 实力化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就是类方法的使用 那么这方法 在这个地方 调用静态方法 我们采用的是 cls 就是这个类本身 而不用什么呢 硬编码这个类名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cls改成 wash 也是可以正格运行的 但是当我们修改这个类名的时候 这个内部的代码 也需要修改 那么这就是使用 类的类方法 来调用本类的静态方法 它的优点就在 刚才我们提到类方法 同样 也是只能够访问类属性 不能够访问类的实力属性的 那我们仍然可以用 这两句来进行测试 我们把它拷贝到这个 类方法当中来 调整它的拖劲 首先我们将 第一个注释取消掉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可以看到它可以正确运行 但是如果我们将 输出实力属性的 进行取消注释 保存它运行 就会发生错误 那么就是因为 在类方法当中 不能够引用 类的实力属性 因为实力属性 在没有实力化以前 它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就是 类方法的定义 以及使用 本节课 我们主要介绍的 是如何在Python当中 为类定义静态方法 以及类方法 这节课的作业是 编写一个 选择类 那么要求是 第一 这个类具有六个面 每个面呢 为一种颜色 每种颜色 代表一个数值 就是一到六 那么实现了一个 由通过颜色 来计算两种 其代表数值的 核的静态方法 并且实现一个类方法 用于产生 这个类的实力 演讲视频 到此结束